早安各位,今早在泳池游泳的時候,想起一些在日本游泳的趣事 不如拍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也可以看到日本人有些文化的特性 上一次我那一集就已經說了,我們當時在日本拿了居留權之後 所以我就趕快搬回香港,然後再搬到深圳 但其實我們經常都會回日本的,我們今年的暑假 基本上阿仔一放暑假,我們就馬上飛去日本福岡 因為我們臨走的時候,我們那層樓、車、玩具、衣服全部都留在那裏 那意思是說,我們都會有空就回鄉玩一下,現在變成了福岡在鄉下 那福岡呢,夏天是非常非常之熱的 就是奉勸大家如果去旅行,夏天就是不要去 都是春天秋天,甚至冬天都可以接受 因為你熱起上來真的很難頂,尤其是要去旅行,你到處去的嘛 你到處打卡的,對不對? 我們生活就變成了,如果夏天的時候呢,我會盡量不在街上走 我們一落樓停車場,開車去那裏吃東西,商場,或者去游泳 就直接去到,就變成了可以接受一點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旅遊的遊客呢,夏天就千萬不要了 七月和八月都是要避一避他的 但是呢,我們就放暑假啦,我們就打算都是回到日本 讓兒子可以跟朋友玩一下,可以保留他的日文 不要浪費了去這幾年,學會了日文這件事 好了,那日本夏天,在福江有什麼可以做呢? 真的,剛才我講的,完全沒有什麼可以做 那我們就經常去游泳池游泳 我不喜歡去海灘游,因為很熱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以前很早前,年輕的時候是打水球 現在也有打,雖然我小時候就14歲開始打 從小到大都是在游泳池長大的 去到二十多歲的時候就代表香港去參加國奧運會 北京那個1990年的國奧運會 那很多朋友就說,你兒子游泳肯定很厲害啊 是不是帶他去打水球啊? 那實際上呢,就又不是喔,我兒子呢 其實呢,他過去小時候,游泳都是一般 我都沒有選擇他去游泳,扔他的游泳教練那些道 我又沒有的,那都是,他喜歡玩就玩 偶爾跟他去游泳玩一下那樣 那玩是,小朋友都喜歡玩水的,基本上是OK的 那我也都覺得呢,就不是很應該去迫他們做些 他們暫時還未想做的事情 那我會花很多時間跟他們在泳池裡玩的 那前幾年夏天呢,我們就周圍去旅行呢 就沒有什麼機會真是說,花很多時間在泳池裡玩的 那今年的夏天呢,我們就因為決定了在福岡那裡渡過嘛 7月8月,那真的沒有什麼其他可以做的 所以就經常我帶兒子去泳池游泳了 那就引致我發現了在日本的泳池呢 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奇怪的規矩 那今天集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覺得相當之有趣的 那在日本,在福岡市,一個相當大的城市 那但是呢,就絕對沒有香港那麼多游泳池的 那日本人呢,我自己的綜合的覺得呢 他們很怕水的 我們會覺得,你是一個賭國來的 你沒理由那些人那麼怕水 那實際上呢,就真的的 我這個慢慢,我又下一次可以再講 那在福岡市呢,就基本上有些 一支市政府開的泳池的 就叫做市民遊泳池 就等於我們香港康民署的泳池這樣 那但是呢,數量就一定沒有香港那麼多的 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說那些池呢 就是他們起得,通常那些池呢 就是起得很細和很淺水的 只有一個池 然後呢,那個水深呢 就全部都是由頭到尾都是1.2米 最多1.4米這樣而已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好的 因為你沒有深水區呢 你小朋友是學不到踩水 學不到其他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不過這件事是下一集先講的 那我先講講我們在游泳池的 有些很奇怪的經驗先 那今個夏天呢,我們還沒去日本之前呢 在香港都玩了幾次,游泳玩了幾次了 突然間我發現我兒子呢,他突然間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在那裡的水深呢,我覺得已經相當之成熟了 真的可以適合開始教他游泳了 那所以呢,我去到日本呢 我們去到日本呢,我就趕快跟他去泳池那裡 我開始慢慢去教他 那當然我自己小時候已經很小時候 做暑期工,已經經常教那些小姐游泳了 當然我是懂得教游泳的,對不對 那有一次呢,我就跟兒子呢 去到一個日本市的市政府的泳池 那我就開始在那裡教他,對不對 那我就在那個泳池那裡呢 就好像一個教練,站在那個池那裡 那兒子呢,就在下面游泳 那我就說這樣,這樣,這樣,這樣 我就站在那個池那裡一邊走,這樣去教他 那我當時就沒有下水的 就是簡單來說,已經是去到一個教練操水的 類似這樣的階段了 那好,教一下教一下 突然間呢,有泳池呢,有一個職員 走過來跟我說 他說,先生,麻煩你脫掉這件衣服吧 我說,蛤,我幹嘛要脫掉這件衣服 他說,我穿著這件普通的T-shirt來的 他說,不是呀,先生 所有人呢,進入泳池呢 都不可以脫掉泳衣之外的衣服來的 我說,不是呀,我都沒有下水,關什麼事啊 他說,不是呀,先生 就算你沒有下水也好 你進入我們的泳池範圍呢 你就必須要只能夠穿著泳衣的 麻煩你脫掉這件T-shirt去吧 這樣 那大家認識我都知道了 我就火都來了 我怎麼搞錯呀 我在泳池走哪裏 在教我兒子游泳 穿著一件普通的T-shirt 我穿著這條泳褲的了,已經是 有什麼問題呀,關什麼事呀 那這些都是,應該來說 是屬於那些暑期工,那些年輕人來的 那他就照規矩做事啦 當然照他理解的規矩 那我就不跟你說,你叫老闆出來 跟著呢,就有一個阿叔啦 就是上了年紀的啦 就出來跟我講啦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 一個屬於主觀級的阿叔來啦 那我跟他都很客氣的 大家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對不對 那我就說 為什麼你的職員要求我脫掉一件衣服呢 那他就說,是啊 我們泳池規矩是這樣的 就是在泳池裡面呢 只能夠穿著泳衣的 不能夠穿著其他的衣服這樣 那其實我也有些理解的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在香港的泳池呢 基本上是不可以穿T-shirt啊 那些滑浪那些rash guard啊 當時沒有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當時我們小時候在泳池的規矩 就是只能夠穿著泳衣 就是那些士必倒啊 或者一件頭的女生 一件頭的泳衣 那你說穿一條普通的短褲啊 那些沙灘褲啊 那些普通的T-shirt落水呢 是不行的啊 以前在香港的泳池 那這個也是莫名其妙啦 當時就是這樣覺得不行的 那現在今天 今時今日當然是 會寬鬆了很多啦 那香港在說一下 那但是日本呢 它也都有類似的規矩 成立了出來呢 我都應該明白的 你沒有理由做一件 不是泳泳衣 明明明是不是泳衣 那是泳衣 那我就問他說 阿經理 你就說不准穿泳衣以外的衣服 那你們其實怎樣判斷這個客人 他穿這件是不是泳衣呢 那他就說 是啊 現在這種款式很多啊 我們都分不開了 我們的方法 基本上我就問那個客人 你這件是不是泳衣來的 是不是游泳可以用的衣來的 那客人自己說是就是的了 我說 啊 這樣也可以 那我就立刻指著有幾個在場的主婦 那日本的女士呢 如果大家有去過那些海灘呢 你會發現其實那些年輕女士 很開放的 全部穿三點式 就是你不穿三點式好雨的嘛 但是來到泳池就很修煉了 那還有年輕女士很少我們在泳池先 那泳池通常都是一些主婦啦 或者帶一些年輕女來玩的媽咪啦 那他們呢 現在在日本的泳池呢 我去了這麼多次呢 就非常流行 穿些什麼衣服呢 就是穿一些Uni-cloth呢 Uni-cloth 有一隻薄身的防曬的衣服的 那有個頭粒的 我先找一條片出來 那這些衣服呢 他們就穿著這些衣服 拉著拉鏈 連著頭粒就下去游泳 那他們就覺得沒問題的 那我就立刻指著一個在場 在泳池裏面有一個這樣的主婦 穿著一件Uni-cloth的外套去游泳 我說喂 叔叔 你看看這個人 這件很明顯不是泳衣來的嘛 是不是呀 那這個叔叔呢 就經理呢 就進了那個主婦來 他就問那個主婦 啊 主婦 你這件是不是泳衣來的 那那個主婦就突然間嘔吐了 那他就說 是呀 是呀 是泳衣來的 我說 你有沒有搞錯啊 就是這樣都可以 你這樣都可以接受的 那我現在說 我這件Polo shirt 我是泳衣也可以的啦 他說 是呀 你是說就可以的啦 那個point就是說 你現在的規矩就是鼓勵一些人去說謊 說謊的人是ok的 說真話的人你就要禁制他 這個是什麼的社會呀 你是什麼的心態呀 就是正正說明了啦 我們這個社會呢 太多這些廢人了 你給他一個人工 比如說那些在泳池邊做生員做管理的那些 暑期工也好 短期工也好 長工也好 扭個最低工資 就收到這些規矩 這些這樣的rules 就不知道是誰在開會的時候說出來的 就說 泳池裡不知道要穿衣服 我在岸邊走 教育小孩都不准穿衣服 如果我覺得稍稍稍冷 我穿衣服又不行的 我不想浴騰騰的走來走去 又不行的 但是 那個師奶 她那件明明是絕對百分之一百不是泳衣來的 她只需要自稱是泳衣 你就覺得ok 就是這個社會 我們充滿這些人呢 我們如果這樣去教育下一代呢 我覺得真的很不行啦 同時也都正正指出了 我上次有一集都說了 我的員工 他們是很害怕這個權威的 就是上面的人 或者機構的人 上面的人 開完會說的東西 就當聖旨一樣 執行的人也都要完全不用腦 我們很多時候 社會上是需要有規矩 有些法律 大家方便去遵守 但是 為什麼我們現場的主管 要有這些 所謂有智慧的人在這裏做 就是因為往往我們是需要人去判斷某一些情況 某一些規矩是未必適合要用 我們要有我們的discretion 我們要有自己的discretion 才這個社會真正可以進步發展 不可以墨守成規矩 這些規矩是這樣說的 所以就這樣去做 必須要提出 去反映 去修正這些規矩啦 還有我想說 這件事 剛才我說的這件事 不是一個個別事件來的 因為我們去兩三個不同的泳池 夏天裏面 其實這件同樣的事情 有一點點的變化 是同樣在不同的日本的公眾泳池發生過的 我第二次 我特地穿着一件T-shirt 走出去 就是在另外一個泳池上 那邊那個泳池的那些人 也是同樣去對待我的 叫我脫掉這件衣服 接著我又問 其他那些人 穿着一件unicode長袖的 有帽子的 為什麼可能泳池是有帽子的呢 有那些Hoodie的呢 沒有可能的事 但是他們也不會理你 也不會回答 如果一個社會是這樣的 是很恐怖 還有可以發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當人類的大眾是害怕權威 明明知道錯的事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叔主管 對呀 沒有可能那個客人說是什麼就是什麼的 我自己說這件是泳池 明明不是泳池來的 你就去由得它 我這件 我明明這件當然不是泳池 但是我根本沒有下水 你就說我要脫掉它 有沒有搞錯 就是這個世界太多 這些荒謬類似的事情 當然不只是日本有啦 全世界都有啦 香港也好 大陸也好 歐美國國家也好 是一樣會有的 但是我會覺得 日本人是比較不會喜歡去出聲 去質詢一些東西 不會向那些所謂有權威的人去challenge他們 我覺得香港人會多很多人會出聲 遇到這些荒謬的事情 歐美國國家的人更自然會多 他們會更加是很出聲 我覺得是從事的教育 或者他們社會那個文化是有些分別 另外順便講講 大家可能會覺得 日本人是很守規矩的 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的 但是我又覺得有一件很有趣的趣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人其實不一定是很守規矩的 現在這條影片 我就展示給大家看 我在日本高速公路駕駛車 日本高速公路 如果大家自由行 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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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特別留意 他們的速度限制是很不清晰 很奇怪的 但是一般來說 高速公路就一般來說是80公里的樣子 有個80的字 但是如果80的燈關掉了 其實是代表可以開100的 OK 但是有時候 它會出了一個50的燈 好像這條影片那樣 例如前面有收路 或者前面有意外 或者是很大風大雨 它就會改成50 降低做50 讓你行車安全一些 我覺得很合理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這條影片那裡 我呢 就在這條慢線上 其他右手邊的車 馬上開80開100照去的 就是完全無事這個規矩的 那你說日本人是不是真的好守規矩呢 那我從這個例子就告訴大家 不是啦 另外剛才那個游泳池裡面 只可以穿泳衣的規矩 你穿件Uni-cloth 抹去 你當是泳衣的 都可以的 然後主管問你 這件是不是泳衣來的 你可以夠膽死說是的 我就不能接受了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呢 拜拜 拜拜